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李亦外 一位妈妈写给失恋女儿的信 别说跟谁结婚都没差,差很多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女儿,上个月你失恋了 和这个男孩子谈了七年的恋爱 使他说的分手 你瞒了我许久 我在视频中看到一向漂漂亮亮的你 破天荒地变得不爱收拾 心里咯噔了一下 便借口去旅游 跑去上海看你 才得知 你没了爱情 又丢了工作 独自一个人扛过了很多个白天与黑夜 我说不出一句责怪的话 陪了你七天 被匆匆打发回家 你长大了 感情的事 不愿再同家人多分享 但为了能与你有更多话题 我近来还是悄悄关注娱乐圈的消息 因而了解到 范冰冰分手了 宋慧桥离婚了 你在朋友圈里写到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爱得再登对 也不能长久 妈妈知道 你不是因为他们 才不相信爱情 你只是自己受过了 实实在在的苦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有时候真希望你像头小蛮牛 没心没肺 使出浑身力气去爱 哪怕受过伤 也愈合得比寻常人多快 摔一跤 拍拍膝盖 爬起来又跑 全然不把她当成一回事 常常有人问妈妈 姑女多大了 咋还不结婚 你三十了 周围的人都跟着着急 明里暗里地敲打过你很多次了 以前你总不耐烦 现在却表现得理所当然 是该找人结婚了 差不多就好 日子跟谁过都一样 说实话 你这个表现 让妈妈很担心 我宁愿你倔点 硬气一点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丧失了对爱情的希望 前年你小姨离婚 闹得沸沸扬扬 家里人很不理解 但你小姨打定了主意 谁劝也不听 理由是你姨父常常不注意 到处谈烟灰 怎么沟通都没用 你小姨爱干净 这事谁都知道 其实你姨父也知道 但那天两口子为这事斗气 她竟然往你小姨的茶杯里谈烟灰 还真正有词 给你个教训 惹极了 我谁都治 你小姨气地发抖 当时就决定 结束这段十多年的感情 经纪朋友都去劝 多大点事啊 她又没出轨 日子怎么不能过下去 是啊 日子是都能过下去 但吵吵闹闹的果 和顺顺当当的果 你会选哪一个 你小姨现在找的老公 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两人常常一起出去旅游 大事小事商量着来 我常常听你小姨 笑着提起她 她也抽烟 却总是一声不响地 到阳台上去抽 问其原因 说是你小姨婚前就说过 不喜欢家里烟雾缭绕 也不喜欢家里邋里邋遢 她乐得配合 多走几步路 换另一个人高兴 是个大事吗 也不是 但爱与不爱 太分明 有些人在意你是不是快乐 有些人 甭管你快不快乐 他都能充耳不吻 千万别相信 和谁结婚都差不多 这种鬼话 倘若不是真心 倘若没有包容迁就 那真的会差很多 一辈子太长 你得找个 知冷知热的人在一起 林小姨隐忍那么多年 而今终于守得 云开见月明 妈妈很高兴 也相信你 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吗 罐头在1810年 被发明出来 但开平器 在1858年 才被发明出来 很奇怪吧 但就是这样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 有时重要的东西 都会迟来一步 你不能因为他还没来 就先认输 你不能辜负自己的真心 你对真爱 还得有一份笃定 你喜欢的那位博主 曾说过一句话 结不结婚 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 和谁结 年龄不重要 人才重要 这人 你得喜欢 还得喜欢你 就这么简单两条 这话 妈妈很赞成 只是有一句话 妈妈想了又想 即便会扫了你的信 还是决定说出来 再喜欢的人 你也不能把赌注 下在他身上 前段时间 微博上一条 美女婚后 变胖八十斤 被甩的新闻 在网上引起热议 新闻里的姑娘 出身名校 海龟 长得漂亮 这样的人 走到哪里 都不会黯然失色 那时姑娘老公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我真想把你养胖 因为养胖之后 你就不会再跑了 姑娘听得乐呵呵 后来怀孕生子 体重一度飙升到 一百八十斤 面对变胖后的姑娘 男人再也没有了情话 你瘦的时候 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你现在这样 我瘦不了 你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你不用工作了 我养你 你那分手的男友 是不是也曾信誓单单 对你许诺过 女儿 你为了她 放弃工作 我不知今时今日 你可曾后悔过 老家有句玩笑话 男人的嘴 哄人的鬼 这话 说得有点绝对 但仔细扎么扎么 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信谁也比不上信自己 爱情毕竟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救命稻草 她爱你 她愿意养你 那妈妈恭喜你 除了家人之外 你又多了一个后盾 她不爱你 你就得自己爱自己 其实妈妈也不确定 你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但我能肯定的是 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 她同样渴望你优秀 也从容 前阵子 电视剧 知否大火 咱俩都追了 剧中顾廷叶 去明兰的时候 仍然都到明兰高攀 你在一旁愤愤不平 明兰也不差呀 是啊 明兰通透独立 从不将男人 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早早便明白 这天下 没有谁是谁的靠山 最好不要太指望人 所以其实你无需花大把时间 幻想未来当怎样 只需把所有的等待 都用来武装自己 有天你会遇见对的人 而那天 你可以拍拍胸脯 理直气壮地对他说 我知道你很好 但我也不差 你不来 那我一个人也很好 你来了 那必然是 我们两个人 都能变得更好 你得有这份心 还得有这份自信 去年 电影《邪不押症》上映 江文和妻子周韵 频频被人提起 一个是知名大导演 一个是不那么红的女演员 有好事者问周韵 你是怎么拴住江文的 周韵不以为然 干嘛是我拴住他 他还得拴住我呢 这事儿 周韵还真没说错 电影首映的时候 记者问江文 为什么选址在这儿 江文笑着说 是周老板选的 周老板说这儿 周韵就是周老板 你看到了吧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不存在什么 谁强谁弱 周韵曾说过 首先 我俩在根上 就是平等的 其次 我俩在生活上 是互补的 他很有才华 但我性格比他完整 其他方面比他优秀 言外之意是 我俩在一起 不存在谁瞧不起谁 也不存在谁依赖谁 大家都是旗鼓相当地过日子 简爱里有一句话 爱是一场博弈 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 不分伯仲 是均利敌 才能长此以往的 相依相欺 女儿 这也是妈妈 想对你说的话 你最终还是会结婚 会为自己 挑选一生的爱人 我希望你找的那个人 与你有灵魂上的契合 与你有精神上的登对 但我更希望 有他没他的日子里 你都能活得漂亮 一时的失忆 算不了什么 人生有时 就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作家晚睡 曾说过一段话 人生总得经历各种失败 走错方向 爱错人 选错路 都是常会发生的事情 行到半成 爱到半生 才发现 一切都是错误 这时候 持损两个字 就是关键时刻 用来救命的人生大智慧 你打小就聪明 应该明白妈妈的意思 感情这事 爱对了 是附加值 爱错了 是经验值 咱这回受了伤 就当踩了次坑 咱哪经验值 不也是好事吗 答应妈妈 擦干肋 继续过日子 人活一世 虽然时常要过河 但过完河 就是彼岸 爱你的 爱你的 妈妈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大家的收听